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五个国家的情报间谍窃取其他国家的各种关键数据在联盟内部进行互联互通 可以说在世界上已经臭名昭彰 大家仔细观察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国会有一个发现 他们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最近美国针对中国的各种事件中插手支持美国 比如说加拿大和英国 加拿大与某银行狼狈为奸 捏造证据无故监禁我国孟晚舟女士 而英国在几个月之间就翻脸不认神 要求拆除所有华为的设备 而澳大利亚更加明显 他不仅跟随美国忽灭中国的步伐 而且还在近时美国军舰试图闯出我国敏干海域时也跟着 甚至与我国海军发生了紧张对峙 可以说澳大利亚为了美国这个大哥完全是鞠躬尽瘁 日本虽然说也一直与美国关系比较亲近 但是最近由于注视美军的已确诊 但是却想做民航出境等骚操作的影响 使美关系还并没有以前那么好 那么 日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想要加速五眼联盟 甚至五眼联盟成员国还表示欢迎呢 观察日本的地理位置 再看看最近的国际形势 以及五眼联盟最擅长干什么 那么他们的目的也就昭然朔尖了 根据报道 是日本的防卉大臣河野太郎 在参加英国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的会议上 主动提出想要称为第六只眼 而在会议上 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图根德哈特也马上表示欢迎 他们欢迎日本加入的理由很明了 但是 日本对美国可是一直有自己的小九九的 他会如此积极地想要去做美国的工具国吗 很明显 不可能 观察日本最近的动作 那么 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也就不难发现了 日本最近采购了大批F35战机 而且日本最近发布的国防白皮书 也很明显地表达了日本的军事野心 那么此次加速很可能就是为了向美国表忠心 希望美国对自己解绑 只不过不知道他们想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没有 都说原水救不了近火 更何况大腿自己 自从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之后 和平宪法九名存实亡 日本右翼政府正在将恢复战争能力作为 所谓日本正常化的核心工作来对待 但对于一些日本政客和学者来说 仅仅只是恢复战争能力舍不够的 他们鼓吹的是竖清他国的能力 据参考消息8月20日 援引日本媒体的报道称 此民主党不久前举行了党内会议 讨论了日本关于导弹防御体系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份计划被设为是此前日本放弃 陆基诸斯顿系统的替代方案 花开这份替代方案内容的技术问题不谈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关于这份计划的讨论中 一些日本学者再次提出让人担忧的建议 早稻田大学教授钟林美惠子提出 日本应该努力让美国说出对日本的要求 他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下 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 日本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美国也希望日本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他提出当敌方在进行进攻准备时 日本应该具备反击敌方本土基地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遏制行动是没有效果的 对于这位专家的发言 金泽工业大学教授伊藤俊幸进行了补充 他认为不应该均拟于反击敌方基地 而是应该在对方领域内进行阻止 很明显是本至今没有放弃 称霸亚洲的雄心 无论是本专家书合用文字游戏来修饰 所谓反击能力其实就是先发制人 本质就是肃清其他国家 只不过披上了所谓先发制人的外衣 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 这就跟超前滋味的道理一样 日本完全可以利用所谓反击的理由 竖清甚和他看不顺眼的国家 尤其是这些日本专家在提到 反击时还特别强调了 克制没有作用 眼下谁是日本遏制的对象 中国肯定是其中之一 日本正在配合美国对中国实施 极限施压政策 包括派遣军舰前往南海参加 所谓自由航行和美国双航母演习 大批量购买F35战斗机 以配合美号打造针对中国的五代机包围圈 打造反导防御体系 并寻求与美军体系兼熟 这些动作最终的针对目标都是中国 日本学者选择这个时候 开始鼓吹日本的竖起能力 并不是偶然 美国当下国际影响力降低 日本实际上也想要从中 截取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 为最终打破二战后的国际体系鉴定基础 如果说美国是一只老虎 那么日本就是一匹狼 尽管战后在美国的削弱下 日本在军事能力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是事实 而且也迷惑了不少人 日本在军事上依旧野心勃勃 最近的表现就是在大量购买F35的同时 并没有放弃自行研制五代机的计划 有这样一个邻居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但不完全是坏事 这大概就是狼群理论的体现 日本崇拜强国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 日本自然会跟随 如果日本还在咬我们 说明我们不够强大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 迫使日本心服口服 有了美军撑腰 日本的野心膨胀了不少 又打钓鱼岛主意 美军在南海的军事搅居行为 在污吏可托的背景下 近期又转战东海 妄图利用中式的岛屿之争从中于利 事前 美军太平洋进队指挥官向日本作出承诺 称美军将会帮助日本保护西南诸岛 有了美国的撑腰 日本的野心显然是膨胀了不少 据《环球时报》最新报道称 针对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频繁 日本执政党子民党的议员团体决定 将推动立法促进 日本在钓鱼岛周边的调查活动 众所周知 在之前日本冲城县议会单方面给钓鱼岛和明后 中国方面的反制措施随后展开 截至目前 中国海警船已连续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航超过100天 有日美哀汉称 面对中国执法船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常态新活动 日本政府却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所以日本某些极端议员组团 利用美国目前将搅局重心转移至东海之际 妄图趁机在钓鱼岛问题上搞事 妄图借机美国军事力量的接触 以达到强占中国钓鱼岛的目的 所以美国此次转战东海并向日本发出保护的承诺 实际上就是给日本挖坑 一旦日本政府受到蛊惑 放心大胆地挑起与中国的争端 进而引发东海战争危机 美国人会躲在一旁偷笑的 就行吧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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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